NCC三位委员任期7月31号届满 没想到前行政院长苏贞昌 过去亲定的两名委员 王维金跟林立云30号公开发信说 媒体成为政府舆论宣传工具 引发社会议论 駭客2020年4月底取得的总统府密件揭露 王维金跟林立云的提名过程 其中苏贞昌的幕僚还指称 三名新任委员中有两人偏绿 可以配合处理中天 而其中一位比较理想色彩 主委陈耀祥以后会负责沟通 总监觉得只要受民众欢迎的新闻 做再多也没有关系 虽说王维金跟林立云过去曾被质疑 在审查换发执照过程中 恐有既定立场 应该要回避审查 但副主委温伯宗强调 委员会全体一致同意 两位委员不需要回避审查 最后中天新闻台申请续照时 还有王维金与林立云担任主席 决议不予换照 另外2021年疫情期间 NCC审查中天综合节目规划变更案时 王维金也以中天被高端公司提告为由 直指中天报导失实 而林立云则指议中天未尽事实查证 其公平原则否决变更案 是不是有可能整节新闻都是涉及新闻吗 所以说王维金跟林立云在现任前 提出谏言与观察 但他们在有权利时无作为 难怪现在会遭外界指责 两位学者没有学术人力道德